百炼成钢 党史上的今天 马上开始 从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开始 没错 这熟悉的旋律 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诞生在延安的歌曲《南尼湾》 歌曲赞颂的是开荒生产 把荒凉的南尼湾改造成陕北的好江南的八路军战士 这样的巨变是从八十一年前的一场大生产运动开始的 1940年2月10日 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 要求各部队积极开展生产运动 做到一面战斗 一面生产 一面学习 由此揭开了大生产运动的序幕 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 陷入没粮吃 没衣穿 没被盖 没经费的困境 面对严重困难怎么办呢 1939年2月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 我们是饿死呢 解散呢 还是自己动手呢 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 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 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 生产自己 依据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 自己动手 生产自己的方针 1940年2月10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 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 一面生产 一面学习 八路军359旅在旅长王振率领下开赴荒芜人烟的南尼湾 一把噱头 一支枪 生产自己 保卫党中央 开荒生产 几年后 南尼湾成为了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 大生产运动从军队开始 很快在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机关 民众团体和学校中开展起来 并发展到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毛泽东带头开荒生产 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 开垦了一块荒地 种上辣椒 西红柿等蔬菜 朱德背着锣筐到处十分积肥 周恩来成了仿线能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大生产运动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 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 培养了一批干部 还孕育了以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尼湾精神 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不断战胜困难 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好 欢迎明天继续收看《百炼成钢》党史上的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